5号晚间8点半裁定150万交保 早就准备好了保释金 立刻到法警师办理手续 晚间近10点 前台南议长郭信良 带鸭舌帽口罩走出地院 支持者将郭信良带上车 对于媒体询问不发抑郁 另外涉案的里长高靖健 50万交保匆匆忙忙坐上车离去 郭信良扯入贪污案 关押近两个月全案争结起诉 去年5月检调原本办一件诈欺案 发现一间工程公司金流有问题 薰线查到了郭信良身上 郭信良和高姓里长利用工职身份 向工程公司索惠 不罚索得1300万元 还故意将贪污索得 包装成买地不成的和解费 两个多月前 检调清晨拂晓初级 大动作搜索 也将郭信良带回征讯 认为有串政之余裁定收押 检方鉴请从中量刑 审理期间应该要继续积压 台南地月考量提出了相当保证机 财地150万元聚宝 限制住居 对于换回行动自由 郭信良在脸书po文 放上抓住太阳的照片 没经过浪花吹打 风帆只是破步 没经得起烈火的千锤百炼 钢铁只是石头 所有的精力是为了成就更好的自己 从88枪击案到议长之争失利 郭信良似乎道出自己此刻的心境 TVBS新闻顾首昌台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